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川普史無前例接連遇刺 美恐怖羅馬後塵 槍戰現場畫面曝光 俄羅斯女首富辦公室槍擊兩死七傷 30人被捕 微博熱傳習近平患完擊死症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9月20號 星期五 我們每天發布6到7個視頻 同時也會把通知發在副頻道的社區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主頻道和副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川普史無前例接連遇刺 美恐怖羅馬後塵 9月15日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的一處高爾夫球場 遭遇美國聯邦調查局所稱的明顯暗殺企圖 隨後被緊急送往安全地點 這是川普第二次面臨生命危險行刺 9月20日 時評人文昭在X平臺發文說 9月15日在高爾夫球場的襲擊事件 對公眾的衝擊力遠不同7月份那次槍擊來得大 但實際這是一場影響深遠的事件 不禁讓人擔心 有一有二就有第三次 只有川普不放棄向白宮衝刺 就有人想以這種方式解決掉它 關鍵在於政治暴力似乎已經成為一些人理所當然的選項 這對民主政治的危害非常嚴重 如果不加以控制 很可能導致選舉政治的解體 這不禁讓人想起了羅馬共和國的改革者 格拉古兄弟的遭遇 羅馬共和國公元前二世紀 隨著共和國一連串的軍事擴張 羅馬軍隊長期在遙遠的國外作戰 自耕農組成的公民兵制度難以再繼續 國外戰爭動輒一兩年 等服兵役的士兵回家以後 田地早荒蕪了 而戰爭的經濟成果流入了貴族和新崛起的商人階層的口袋裡 士兵回家田地荒蕪後 只有向前者借貸 再度淪為杯割韭菜的對象 大批公民破產淪為遊民 社會矛盾空前激化 公元前133年 提比略格拉古當選為保民官 提出土地改革法案 要求每一戶羅馬公民擁有的土地數量不得超過一個上限 多出的土地應該收歸國有 平均分配給無地平民 元老院就以不給委員會資金的方式來拖延土改 當格拉古任期屆滿 為了完成未進的土改工作 想要競選連任護民官 這不合習慣 但是格拉古想俠民眾的支持 強行打破慣例 當他和擁護者來到競選會場的時候 與仇家俠路相逢 格拉古的反對者大打出手 反對者用一條板凳要了他的命 在這場邪鬥中 格拉古的支持者也有300多人去世 10年後 公元前123年 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蓋馬斯-格拉古也當選為保民官 他延續各個未進的改革事業 而且涉及面更廣 當然 同樣觸動了既得利益階層和要他各個命負有責任的人 他也被反對者要了命 這兩起政治暴力事件 對羅馬共和國的民主傳統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顛覆作用 之後 政治暴力成為常態 馬略 蘇拉 蘇格拉 凱撒這些軍事強人相繼登臺 一旦政治暴力成為常態 美國就將走上羅馬共和國瓦解的老路 令人擔心的是 川普連續兩次遇襲之後 許多人寄予反川 對這種暴力的危害視而不見 完全不加以譴責 是非喪失 心中只有仇恨 這才是真正國家危害的徵兆 槍戰現場畫面曝光 俄羅斯女首副辦公室 槍擊2死7傷30人被捕 俄羅斯電商巨頭 Wildberries 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辦公室附近發生槍擊事件 造成兩人死亡 七人受傷 傷者中包括兩名執法人員 俄國偵察委員會已對此展開調查 約30人被捕 根據社交媒體上的視頻 一群男子試圖闖入 Wildberries辦公室 與保安發生衝突 爆發多次槍響 受傷者包括綜合格鬥選手梅斯托耶夫 奇查耶夫和拳擊冠軍柯澤夫 奇查耶夫是車臣領袖卡德羅夫創立的阿赫馬特搏擊俱樂部成員 衝突發生時 弗拉迪斯拉夫在場 他與Wildberries女首副塔迪亞娜 因公司併購案陷入矛盾 弗拉迪斯拉夫否認攜帶武器 稱自己是來談判的 進辦公室後遭保安和其他人襲擊 引發衝突 而塔迪亞娜指責弗拉迪斯拉夫一方首先開槍 並稱他們未安排任何會議 批評其行為荒謬 事件背景涉及Wildberries與戶外廣告公司Ross Group的合併案 該案被認為是俄戰時資產重組的一部分 塔迪亞娜擁有Wildberries99%的股份 弗拉迪斯拉夫僅擁有1% 兩人因併購案分歧於今年7月分居並準備離婚 據傅比士估計 塔迪亞娜的身家為74億美元約2300億新台幣 目前 偵查委員會正進行刑事調查 收集目擊者證詞 並分析監控錄像以查明真相 微博熱傳 習近平患完疾死症 近日 一篇題為《他的完疾死症》的文章在微信群廣泛傳播 直指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 稱其性格缺陷是當前中國諸多問題的根源 文章將習近平的性格問題概括為完疾死症 並指出 他的執政風格加劇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危機 文章認為 習近平的完疾死症 表現為智大才疏和冥亡不靈 這兩個性格缺陷讓他在治國理政中一意孤行 忽視實際問題和人民福祉 文章批評稱 習近平身為紅二代 繼承了浮誇作風 熱衷於宣傳宏大的中國夢 但這一夢想被形容為建立在空想和不切實際的願望之上 由於才疏血淺 習近平往往以空想麻醉自己 不做實事 反而熱衷於自我吹噓 此外 文章指出 習近平的另一個完疾死症是冥亡不靈 他一人包打天下 排斥技術官僚 決策時獨斷專行 聽不得任何反對意見 文章提到 習近平嚴禁妄議中央 凡事一意孤行 導致政策頻頻失誤後無人敢糾正 反而繼續製造新的問題 文章批評習近平仿效毛澤東 尤其是在經濟領域上外行領導內行 不懂經濟 卻喜歡插手決策 文章指出 習近平用革命大化治國 導致各級官僚效仿 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空化治國風氣 國際民生愈加疲弱 最終 習近平的治理風格成了中國官場的慣例 造成了史無前例的荒唐局面 文章進一步指出 習近平的完疾死症不僅影響了他的個人決策 還加劇了整個中共體制的弊病 文章批評說 中國當前的最大問題在於中共的專制體制 而習近平的性格缺陷則加重了這些體制問題 習近平的獨裁風格讓他統治中國的方式顯得極為諷刺 文章借用俗語 江山易改 本性難以暗示 這樣一個性格缺陷嚴重的人 卻掌握著如此大的權力 是歷史對中共政權開的一個玩笑 同時 X平台上也有用戶對這篇文章表達了共鳴 一名用戶留言稱 中國夢 皇帝夢才是真的 另一位用戶稱習近平為習魔 批評他對國家的危害是全方位 無死角 不可逆的 並認為他在惡情上甚至超越了毛澤東 這篇文章和網民的評論在社交媒體上迅速傳播 進一步加劇了對習近平及其完吉死政式治理風格的質疑 激發了更多關於中國當前政治局勢的討論 今天副頻道的最新內容是 極了 多生孩子少戴套 中國掛紅布條 網友傻眼 震驚 中共遇歷史性大翻身 依然有求於俄 掃地雷 推龍崖 烏軍跨邊界進攻 二二五突擊營 直席克魯什科夫斯克 布指紮庫爾斯克司令部 烏奔襲2000里席敘利亞俄基地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副頻道 您可以在我們的主頻道的首頁向下滑動 找到副頻道的圖標並點擊進入 此外 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的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會把副頻道的視頻內容通知發到主頻道的社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按讚